振兴五倍券8号开铃使用 那么您想好要怎么用了吗 如何才能够把五倍券放大 达到CP值最高呢 台中新级酒店用1000块的振兴五倍券 就可以入住价值5500的套房 还有酒店自住百会 因为疫情停业了4个半月 重新营业之后也推五倍券优惠 如果一次使用5000块的五倍券 就送你5000抵用券 等于民众不用自己花一毛钱 Buffet吃到饱又拿回5000 瞬间变成了十倍券 大块牛排一刀切下 粉红色则让人垂涎三次 酒店自住百会 各国料理超过130道 有时候家庭聚会就是我们就会选这里 一年会来吃好几次 振兴五倍券即将在10月8号开领 台中新级酒店自住餐 因为疫情停业4个半月 终于在10月重新营业 搭上五倍券商机 如果一次使用5000块的五倍券 就送5000块抵用券 等于民众不用花自己一毛钱 Buffet吃到饱又拿回5000块 用餐住宿都能折地 5000送5000 感觉很超值 又可以吃又可以住 当然是有十倍的效果 饭店业者也狂抢五倍券商机 双人套房入力创一打开 台中公园市井一览无遗 住一晚只需要用你一张1000元的五倍券 10月4号到7号限时开抢一天 20组 用这个1000元的振兴券直接入住 原价5500的这个房价 目前只要一张1000元就可以直接入住 那相当于是1.8折 市区五星酒店也不遑多让 只要持五倍券 消费3000再送3000 平日入住还能免费升等 可以省很多钱啊 可能我只能吃路边摊 我就可以去吃餐厅的好吃的东西 双十廉价各大餐旅祭出优惠 希望抢攻振兴商机 拯救亏损 民众已经打细算 手上的五倍券怎样放大到极致 创造最高CP值 记者联明李云杰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